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风青羊, 在这儿干啥? 观众挂着你啊 我在世界各地谈商业啊 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 互联网无处不在的今日 跨境电商迎来了蓬勃发展 广州自古就是千年相到 而今已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王小丽由2018年开始从事跨境电商 是帮助出海企业进行海外营销推广 我觉得广州有丰富的供应链资源 所以中国企业参加海外竞争的时候 很有成本优势 另外广州政府也很支持跨境电商 比如各种跨境园区和大型展会 广州地理位置都很优异 所以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的买家货买全球 国内的人开始听说跨境电商 和转行入跨境电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在广州市场的情况 并提出解决方案 提升企业在海外市场的 知名度和竞争力 我们的客户都是出海企业 可不可以为他们提供 优质高效的品牌营销 和海外推广服务 是决定留不留得住 我们客户的关键因素 在广州还有很多港澳青年 在创业的道路上积极探索 谭俊杰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谭俊杰 是来自香港在广州创业的青年 我是信息科的有限公司 主要是帮助外国的买家 在中国大楼找到最合适的货源 我认为广州是一个很平均发展的城市 有很多高效 也有很多物流 区位优势 有很多不同的资源在广州聚集 广州自2013年 莫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至今 广州的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已增长93倍 其中进口连续9年全国第一 在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同时 无数的追风者通过它取得了成功 无数的广州故事 令到这座城市并发了生活力